躲过使神召唤 中风病人乐当发明家 你在看我吗 可以再靠近一点 嘿嘿 我是天使小恶魔 我要来抓你 谁叫你不好好照顾自己 哦不 这个人会跟你拼了 他是古中原 十年前中风鹤 可没让小恶魔得逞 至今活得好好的 第一个承认自己的错 第二个给自己机会 第三个就是用快乐的心情 如何重新过新的日子 在新的日子里面 如何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就是你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 中风的人只要能够下床 比正常人只是慢一点而已 不方便一点 其他都没改变 但是很多人中风以后 他自厌自癌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就是很多有益身心 生活的那部分 他就拿掉了 古中原是个发明家 这个获得日内瓦发明展 金牌奖的口罩可不得了 是在火灾发生时 避免被浓烟呛倒食的产品 他的小创意都出现在生活上 你看那个拖鞋加上的松紧带 无力的右脚就能牢牢地穿着 古中原生病后 什么都不靠别人 能这样除了有乐观的心之外 就是努力复健得来的 中风以后的复健 初期是要到医院去 以后就完全靠自己在家里面 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你在做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快乐的心情在做 是一个跟家人分享 这也是避免小恶魔找上门的第一章 目前健保署正在试办中风患者 12周的急性照护计划PAC 全省百余家的大小型医院都有加入 PAC的重点就是积极的复健 让肢体可以恢复功能 我们参观卫福部台中医院的 中期教护病房 病房设计都是无障碍空间 到处都有复健器材 让中风者不想动都不行 有一点像那种玩中巡 对 有一点这个感觉 对 不过因为老人家不太喜欢 这个名词 所以我们慢慢不会这样说 甚至还有模拟厨房的设施 让患者回家后 立刻能洗手做羹汤 这也进展得太神术了吧 那还有哪一些 铲除小恶魔的招式呢 就是定期回诊 做检查 记得天天凉血压 抽烟的人快把烟戒了吧 还有还有运动也能预防中风哦 好吧 看你这么认真 改变生活我就放你一马 下次别让我再找上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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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